礼记,杂记下,有父之丧,如为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扶其除福 足誓,反丧福 虽诸父昆帝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帝之丧也,皆扶其除丧之福 足誓,反丧福 如三年之丧,则记献,其炼祥皆同 王父死,为炼祥而孙又死,由是赋予王父也 有病,闻外丧,哭之他事 入殿,足殿,出,改扶即位,如使即位之礼 大夫,是将与记于宫,既是浊,而父母死,则又是与记也,赐于义宫 既记,是浮出宫门外,哭而归 其他如奔丧之礼 如为是浊,则使人告 告者反,而后哭 如诸父昆帝姑姊妹之丧,则记宿,则宇计 族是,出宫门,是福而后归 其他如奔丧之礼 如同宫,则赐于义宫 曾子问曰,清大夫将为施于宫,受宿矣 而有其衰内丧,则如之河 孔子曰,出舍乎公公以代事 离也孔子曰,施便免而出 清,大夫,是阶下之 施必是,必有前驱 父母之丧,将记,而昆帝死 记病而记 如同宫,则虽臣妾,葬而后记 记,主人之升降散等,执事者亦散等 虽于父亦然 自诸侯达诸事,小祥之记 主人之作也记之 众宾兄弟,则皆翠之 大祥,主人翠之 众宾兄弟皆引之,可也 凡是即丧者,告宾即见而不识 子宫问丧,子曰,敬畏上,哀赐之,即卫下 颜色称其情,七荣称其福 请问兄弟之丧,子曰,兄弟之丧,则存忽书策矣 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 三日不待,三月不解,七悲哀,三年忧 东夷之子也 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 卢,恶事之中,不与人作焉 在恶事之中,非时见乎母也 不入门 书衰皆居恶事不卢 卢,言者也 七是叔父母,姑子妹是兄弟,长,忠,下伤是成人 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 弑君之母与妻,彼之兄弟 发诸颜色者,亦不饮食也 免丧之外,行于道路,见似目渠,闻名心渠 吊死而问及,颜色七荣臂,有以异于人也 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丧 其余则直道而行之,是也 详,主人之处也,于膝未妻,朝服 详因其顾服 子游曰,既详,虽不当搞者必搞 然后反服当谈,大夫至,虽当勇 绝勇而拜之,反改成勇,乃兮 于是,既是成勇,席而后拜之,不改成勇 上大夫之余也,少劳 族哭成事,父,皆大劳 下大夫之余也,特生 族哭成事,父,皆少劳 著称补葬于,子孙约哀,夫约乃,兄弟约某 补葬其兄弟约白子某 古者,贵贱皆丈 书孙武书朝,贱伦人以其丈光谷,而化伦者,于是有绝而后丈也 凿金以范,公养甲位之也 冒者何也 所以眼行也 自习以至小脸,不设冒则行,是以习而后设冒也 或问于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余,由既时而果其余语 君子既时,则果其余乎,曾子曰,吾子不见大想乎 夫大想,既想,卷三生之祖归于宾馆 父母而宾客之,所以未哀也 子不羡大想乎,非为人丧,问与赐语 三年之丧,以其丧拜,非三年之丧,以即拜 三年之丧,如获一只酒肉,则受之必三词 主人衰迭而受之 如君命,则不敢辞,受而见之 丧者不宜人,人宜之,虽酒肉,受也 从父昆帝以下,既足枯,宜人可也 县子曰,三年之丧,如斩 七之丧,如善,三年之丧,虽宫衰不掉,自诸侯达诸事 如有福而将往枯之,则扶其福而往 七之丧,十一月而炼,十三月而详,十五月淡 炼则掉 祭藏,大宫调,哭而退,不听誓言 七之丧,未丧,调于乡人 哭而退,不听誓言 宫衰调,但是不直誓 小公司,执事不予于理 相屈也,出宫而退 相依也,挨刺而退 相问也,寄封而退 相见也,反哭而退 朋友,于父而退 调,非从主人也 四十者执服 相忍五十者从反哭 四十者带银侃 丧时虽恶必冲击 鸡而废逝,非离也 饱而忘哀,亦非离也 事不明,听不聪,行不正 不知哀,君子并知 故有即饮九十肉 五十不智悔,六十不悔 七十饮九十肉 皆未已死 有福,人照之时,不枉 大宫以下,寄藏,世人 人时之,其党也时之 非其党服时也 宫衰食菜果,饮水浆 无盐烙 不能食食,盐烙可也 孔子曰 身有杨则玉 手有创则木 病则饮九十肉 悔即未病 君子服未也 悔而死 君子未知无子 非从旧于反哭 无免于更 凡丧,小宫以上 非于复恋祥,无沐浴 疏衰之丧,寄藏 人请献之 择见,不请见人 小宫,请见人可也 大宫不以直至 为父母之丧 不辟替其而见人 三年之丧,祥而从政 七之丧,足哭而从政 九月之丧,寄藏而从政 小宫思之丧,寄病而从政 曾申问于曾子曰 哭父母有长生乎 曰 中路婴儿失其母焉 何长生之有 足哭而会 王父母兄弟 是父叔父 姑子妹 子与父同会 母之会 宫中会 妻之会 不举诸其策 与从祖昆帝同名则会 以丧观者 虽三年之丧 可也 寄冠于赐 入哭永 三者三,乃出 大宫之末 可以官子 可以嫁子 富 小宫之末 可以官子 可以嫁子 可以取富 己虽小宫 记足哭 可以冠 取妻 下伤之小宫 则不可 凡辩蝶 其衰齿昧 富有福 宫中子不予于乐 母有福 生闻焉不举乐 妻有福 不举乐于其策 大宫将至 辟秦色 小宫至 不绝乐 姑子妹 其夫死 而夫党无兄弟 使夫之族人主丧 妻之党 虽亲辅主 夫若无足以 则前后家 东西家 无有 则里淫主之 或曰 主之 而富于夫之党 妈者不申 执欲不麻 麻不佳于采 国进窟 则指昭夕之殿 己未自殷也 童子哭不矣 不永 不障 不匪 不卫 孔子曰 伯母 淑母 淑衰 永不绝地 孤子妹之大功 永绝于地 儒之辞者 游闻已栽 游闻已栽 弑柳之母死 香者游佐 弑柳死 其徒游又香 游又香 弑柳之徒未知也 天子范 九倍 诸侯七 大夫五 誓三 誓三月儿葬 誓月也足枯 大夫三月儿葬 五月儿足枯 诸侯五月儿葬 七月儿足枯 誓三于 大夫五 诸侯七 诸侯使人调 其次 含遂凤林 皆同日而必逝者也 其次如此也 清大夫及 君问之无算 誓宜问之 君于清大夫 彼藏不食肉 彼族哭不举乐 卫使 彼病不举乐 生正旧 诸侯直伏五百人 四伏 皆贤眉 司马直夺 左八人 右八人 将人直于保御旧 大夫之丧 其生正旧也 直隐者三百人 直夺者左右个四人 御旧以毛 孔子曰 管中漏鬼而诸红 屡树而返殿 山节而枣灼 贤大夫也 而难为上也 燕平众似其先人 屯肩不眼斗 贤大夫也 而难为下也 君子上不见上 下不逼下 妇人非三年之丧 不于封而调 如三年之丧 则君夫人归 夫人其归也以诸侯之调理 其代之也若代诸侯然 夫人至 入字为门 生字侧阶 君在座 其他如奔丧礼然 扫不服书 书不服扫 君子有三患 谓之闻 患福得闻也 既闻之 患福得学也 既学之 患福能行也 君子有无耻 居其谓 无其言 君子耻之 有其言 无其行 君子耻之 既得之 而又失之 君子耻之 帝有余而民不足 君子耻之 众寡君而被淹 君子耻之 孔子曰 兄年则成奴马 似以下生 虚犹之丧 哀功使如悲之 孔子 学是丧礼 是丧礼于 是虎书 子共观 于辣 孔子曰 赐也乐乎 对曰 一国之人皆若狂 赐味之其乐也 子曰 百日之辣 一日之责 非而所知也 张而不迟 文武服能也 迟而不张 文武服味也 一张一迟 文武之道也 孟献子曰 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于上帝 七月日至 可有事于祖 七月而递 献子谓之也 夫人之不命于天子 自虏昭公使也 外宗谓君夫人 由内宗也 旧坟 孔子拜乡人为伙来者 拜之 誓一 大夫在 一乡调之道也 孔子曰 管仲遇到 取二人焉 上一位功臣 曰 其所予游辟也 可人也 管仲死 还宫使谓之福 换于大夫者之谓之福也 自管仲使也 有君命焉而也 过而举君之会 则起 与君之会同 则称字 内乱不予焉 外宦福辟也 赞 大行约归 公九寸 侯 伯七寸 子 南五寸 伯三寸 后半寸 扇上 左右个寸半 寓也 早三采六等 哀公问子高约 子之时兮荡 对约 文公之下 直视也 承妙则信之 其礼 祝 宗人 宰夫 雍人 皆绝便唇一 雍人是阳 宗人是知 宰夫北面于悲南 东上 雍人举阳 生屋自中 中屋南面 窥阳 血流于前 乃祥 门 家室皆用机 先门而后家室 其耳皆于乌下 戈基 门当门 家室中室 有思皆相视而立 门则有思当门北面 既是 宗人告是弊 乃皆退 反命于君曰 信某妙是弊 反命于寝 君南相于门内朝服 既反命 乃退 陆寝成则考之而不信 信吾者 交神明之道也 凡宗庙之弃 其名者承则信之以家屯 诸侯出夫人 夫人比之于其国 以夫人之礼行 至 以夫人入 使者将命约 寡君不敏 不能从而是设计宗庙 使使臣某 敢告于直视 主人对约 寡君故前辞不教义 寡君敢不尽须以四命 有思观臣器敏 主人有思议观寿制 七处 夫使人至之曰 某不敏 不能从而共资成 使某也敢告于逝者 主人对约 某之子不孝 不敢辟诛 敢不尽须以四命 使者退 主人拜颂旨 如旧在 则称旧 旧美 则称兄 无兄 则称夫 主人之词曰 某之子不孝 如姑子媚 一皆称之 孔子曰 无时于少师事而保 少师事时我以礼 无记 坐儿辞曰 书时不足记也无孙 坐儿辞曰 书时也 不敢以伤无子 那笔一数 数无两 两五旬 父见旧姑 兄弟 姑姊妹 皆立于堂下 西面北上 是见矣 见诸父 各就其寝 女虽未许嫁 年二时而饥 礼之 妇人执其礼 验则拳手 B 长三尺 下广二尺 上广一尺 会去上五寸 批以绝为六寸 不至下五寸 纯以素 寻以五彩 下广一尺